好,我們來解這個平溫方程 我們把這個東西稍微整理一下 這個是兩次的 對X,兩次平溫分 減掉3 對X 對T平溫分 減掉4 這個對多少呢 T兩次平溫分 U等於1 這個我可以拆成多少 給它印式分解 11 41 這是正 這-4加1 4等-3 所以這個可以拆成多少 拆成 Round Round T 減掉4 這是X Round Round T 它重在 Round Round X 加上多少 Round Round T U 這等於0 我們可以驗證 這個東西等於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把它重上去的話 知道這是UX X 加U T 然後這個再把它重上去 X 把它重上去的話 是U X X 重在這裡的話 變成 加上 U T X 然後這個再重上去 減掉4 U XT 然後這個裝上去的話 是減4倍的 U T 這兩項的話 XT跟T X一樣 因為這兩色微分的話 這可以對調 所以這個的話 合併起來 是減掉3倍的 U XT 跟這個就完全一樣 好 然後拆成這個樣子以後的話 我們先來解這個 這個是一次平衡分 這個我們會解 我們就把那個特性曲線 把它找出來 特性曲線的話 就是 D T 這個把它看成是Y 這看成X 這看成Y 那除以 DX 這斜率是吧 斜率是1 特性曲線找出來 T 等於X 加上C 那也就是說 是那個 T-X 我們喜歡寫X-T 還是另外一個常數C 這樣的話 我們在一次微偏方乘以後 我們就要曉得 這個方乘它解 它解的話 我們就曉得 它的解 U 這是 ST 這等於F 這是X-T 這單變數 F的話 是單變數函數 X-T的單變數函數 這個 這個 戴進去等於零的話 你在微分還是等於零 所以這個 就是它的一個解 這我們叫做U1 U1的話 是它的解 然後現在 我這兩個重子可以對調 這個方程的話 跟這個方程式一樣 跟這個方程式一樣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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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RUN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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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多少呢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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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現在能解一次偏分方程的話 它的特性曲線 我把特性曲線找出來 結果多少呢? 就是這個O 這是A1 這個就是T TX等於多少 等於負4 那也就是說 T的話是等於負4 X 再加C 所以就得到 4X 加T 等於C 所以它的解 我們以後一次偏分方程的話 我們知道解是多少 是等於Z 4X 加T Z的話是另一個函數 這一次 這一次D的話是單變數函數 把它看成是單變數函數 所以U2 X T 這也是它的解 Z 4X 加3T 那如果 這個U2 是這個解的話 這已經等於0了 等於0的話 你再把它偏分以後還是等於0 所以這個的話 也是這個2次平衡方程 所以我就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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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U ST的話 是怎樣 這個是它的解 單音器會等於0 這也是它的解 單音器也會等於0 兩個加起來 單音器也會等於0 所以這個 這個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2次平衡方程的 那個一般解 這個是它的一般解 一般解得出來以後的話 我再帶它的初始條件 初始條件的話 我現在把它帶進去 這個 帶進去的話 這個是 代0 這是 U S0 T代0 這個的話 代0 T代0 是Fx 再加的話 G 4x 這是單變數函數 G是4x的單變數函數 這個呢 這是等於x的平方 s的平方 s的平方 好 那帶這個下去的話 會等於1x 那我現在把這個 做一次偏微分 對T的一次偏微分 ST 這頂多少呢 先對它的偏微分 先對這個 全微分 這是它的呢 當變數函數 這是F 全微分 就是單變數微分 就是單變數微分 再乘以呢 這一個 對T做偏微分 所以有一個 -1跑出來 再加F Z 單變數微分 就是全微分 4x減掉 這個是T 加T 乘以多少 乘以呢 這一個 再對T偏微分 是1 所以這得到什麼呢 得到是 -F X-T 再加Z 一次單變數微分 加T 好 那我現在把那個0 帶進去 U T X0 帶進去 這等於 -F 一次微分 X 加Z 一次微分 4x 等於 這等於 這等於 1的 x次方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連立了 連立方程 我們把它寫在這裡 就是F X 加上Z 4x 等於 x平方 然後 然後 這個 是 Z 負的 F 一次偏尾 F 全尾 Z 全尾 這等於 1的 x 好 那我這兩邊 給它積分 這一個 我兩邊給它積分 兩邊給它積分以後的話 就是多少 這一個 就是那個 對x的積分 這就是 負的 F x 這個要注意 這個我對x的積分的話 是這樣子 4x dx 好 那我現在 變換變數了 我現在把它乘以 4分之1 這也乘以4 這4x 這也乘以 10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那這樣的話 這兩個變數就一樣了 g出來的話 怎麼知道 這個就等於 4分之1 z4x 這個g出來 是4分之1 z4x 那等於多少 等於 我這個 對x的積分的話 這是1的x 可以再加一個 常數 不過我們曉得 這個常數會等於0 因為這個已經 什麼呢 已經是任意常數了 任意函數了 所以的話 你的常數可以包括在裡面 這個是任意函數 所以我就得到 所以我就得到 什麼呢 得到呢 這個 就得到 得到 是等於 -fx 再加1分之1 4x 這等於1的x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可以 開始解了 好 這樣的話 我把這個寫進來 寫進來 寫進來 寫進來的話 是-fx 再加1分之1 z4x 等於1的x 好 那我現在把它相加 相加就是 4分之5 z4x 或者凈1的x pouvoir計成4x 等於8分之 éléments 等於這是x.然後 幾乎 再加一的 flor子 我就把它 如果 訂存 自 begin 4x的話 等於 竟 它是單邊數的 severe 凡數 酱瑩的話 這有続 x sar cuple 所以現在 現在4分之5zz就等於x現在4分之1z 4分之1的平方再加1的4分之1z 所以就得到4分之5乘過去 就變成z黃金就等於5分之4 5分之4就是16分之1平方再加多少 再加1的4分之1 這樣子 那函數形式就得出來了 現在的話我要算這個fx 那現在怎麼辦 我就把它乘以4 把它乘以4 把它乘以4 乘以4以後把它減下來 減下來的話多少 減下來的話就是1-4就是5 fx 就等於x平方 再減掉多少 這是減下來的 4倍的1的x 好 那所以呢 這個是f 我把x代算z 這等於多少 5分之z平方 減掉4倍的 5分之1的z 所以現在fg 所以現在fg fg fg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是這個 5分之1 不然5分之1拿到外面去 這是z平方 減掉4倍的1的z 減掉4倍的1的z 1的z 那這樣的話 我就得到呢 這個答案 這個的話 都把它想 把它丟好 所以就得到齁 那我這個是單變數 這個函數 所以u st t 我現在的 z的話 z的話 先要把它帶回來 x-t 所以是5分之1 這多少呢 這是 x-t的平方 再加4倍的 x-t 這樣子 然後呢 x-t x-t 0 0 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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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倍的 x-t d or 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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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x加T 4x加T 平方 再加1的多少呢 4x加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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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答案 這個就是答案 你要把它展開 幹嘛都可以 不過放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它的解